下面的這個例子,大家看一下書本上這邊 750A這裡,28.2 Proton moving perpendicular to unicom magnetic field 就是教協力要在墨大和上來坐 那麼,這告訴我們就是說,書本上告訴我們這個保統呢 這個,弧命有Circular Audit,那麼它的半徑是14公分 這個,它的旋轉半徑也是14公分 那因為我們都是用SI單位,所以我們就把它用SI單位來調出0.15 Proton的質量,是1.67精密石的5.27次方公斤 我們也是用SI的單位,質量的單位 那麼,它的磁場的大小是0.3個Tesla 那這個Proton呢,它是垂直以達到這個我們這個磁場的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是垂直 垂直整個磁場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按照前面所得到的結果 我們前面,得到的結果就是,它在做連拖映動 所以,要叫我們找,它的V是兩個路上 那我們知道,這個 這個Circular Mo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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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QVV,就是這個磁力 是等於MP,這個Broton的質量 去成長它的反線加速度 它做運動 它做運動 所以這個VN是等於QVV的大小 它是等於它的,這個質量成長它的交速度 它做運動 所以這個VN是等於QVV的大小 它是等於它的,這個質量成長它的交速度 它做運動 我們把它帶進去 最後得到的質量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VN是時候 把它帶進去是 1.6乘以10的 59次方褲 因為一個是指帶的電量跟一個 電子帶的電量的大小是一樣 但是不奧向吧 1.6乘以10的 它的市場是 然後 1.3乘以10的 我們可以上 然後半徑呢 我們剛剛知道是 1.6乘以10的 或是用S.I.S.檔 就不會出的問題 但是這樣是1.6乘以10的 如果是7之方 也是用S.I.S.檔 所以最後這個速度呢 是4.7乘以10的 又是時候0.1 相當快的速度 離光是不會黏 離光是不會黏 所以像這種 要用靠磁場 去做旋轉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 再往後的這個 物理的學習 如果學到近代物理 會看到最相對的這個現象 像這種 嚴重運動 尤其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這種 危險 迷動 通常 速度非常快 接著來看一下 28.35751A 這個 Bandekon的 Electron電 可以 接著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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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來看一下這個書本這邊 題目的迅速 720頁 他說 In an experiment 定義點 在自己的 定義點 他做一個實驗 他設計要來量測出 均勻磁場的大小 這時候 Electron 從 磁場 到 三角散術 電子數 藉由 鑑過 一個 350度的電圓 去把電力去加速 接下來 這時候被交出的電子素就進去一個均勻的粗長 這時候的磁掌風向跟電子素的速度是垂直的 電子素的速度是垂直的 電子素就會形成一個延伸運動 因為是磁力會改變它的運動方向 Radius of the base is major to the 7.5cm 整個延伸運動的這個半徑是7.5cm 就像我們這個螢幕上面 或是28.5cm 所以電子素在這邊 可以做一做一做 這個呢 題目告訴我們 這個要讓電子素的交速 它的交速電壓壓到飛躍 是上市的 350幅度 355cm 它的延伸運動半徑是7.5cm 我們要把它換成SIS的單位 0.075cm 那我們考慮到整個這個系統 因為這時候 這個電子素呢 它會交出 它會交出一個電熱槽 350幅度 它這個電子素呢 把從這邊跑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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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過來一個過程呢 它有一個速度 所以在350幅度的這個 教室電壓的時候 電子從進出 跑到這邊它有一個最終速度 然後就開始 進了這個出場 進了這個出場去做原作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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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之後說這個出場在怎樣 它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輸入進來 這時候呢 這個VXE 因為它帶出電 所以它開始做 它開始做運動 涉嫂也是 ricting 鋤滑 這是它 它到底在這裡 我們 我們考慮這個系統,它是一個固域系統 我們考慮這個系統 它是一個固域系統 它是一個固域系統 就能量來講,它是固域系統 所以當電子素它被電外插加速以後 它所獲得的動能,會轉換變成這個 我們講的就是說 它的這個電位能的損失 就是能量要爽 所以我們把Initial Step把它當作 把Initial Step把它看成是 它在加電腸之前 它的Final Step 就是它達到的這個 要去做運動、運動、運動、這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呢 因為它能量守 動能的這個變化量 加上不退能的變化量更容易 因為它是一個固域系統 Energy is Conserve 能量是守 所以這家的這個動能 它是增加這一項大意 它從原先進去 它從原先進去 然後到這邊加速 DataK 這一下是大意 DataQ它的電位能 是減少 為什麼電外能減少 我這邊是第一電位 這邊到電位 我是代物電的電子 讓電子跑到高電位的地方 它的電位能是減少 對,這一項是小 A 所以兩個合起來是等於 所以我們把這次寫的多分之一 2 1 就變成質量 存在那處 2 最終的 它的Final的這個 動能 就在這裡 去減掉 它的起始的動能是0 在這裡 K initial 這一個 K final OK 這一個呢 是等於它的這個 最後 這個 Q 集成上 LV 這一下 這Q 是負了 電子代物電 電子代物電 DNRVS 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從年輕的這個低電位的地方 跑到高電位的地方 就電子代物電來講的話 它的能量是降低的 它的電位是降低的 這一個是等於 所以我們最後才得到 V平方式感應 負了兩倍的Q 增上跌到V 也屬於MV 好 那麼 這個 電位差 電位差 這一項是 最終狀態相對應 其實狀態的電位差 這一項是正的 這一個是正的 電到V是正的 因為它電子 從 電位這一段 被加速到高電位這一段 那最終狀態它的電位是正的 所以最終狀態相對於幾次狀態 我們講的是最終狀態 這個 VNF 減掉V 極顯 這個是高電位 這個是低電位 所以這是正的 所以我們 在負面 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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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X10 1.6乘以10的-19赤峰固倫 那这个跌倒比例是正的,是350 你看,跌倒比例是正的,在这里 我已经足以电子的质量,电子质量是9.11乘以10的-19赤峰公斤 最后得到的是,差不多是1.11乘以10的7次方 這個速度就很大 這個是我們 被355吋電壓加速的這個電子 它達到一個出場環境 要去測試這個出場 測試它的出場 然後到處理 我們底下已經有空間 所以我們放上面的空間很好的用 所以我們移到上面來 因為他做延座運動 他做延座運動的樣子 這個QVV 就是等於MV 剩下R分射VV 所以我們得到的這個V 是上次等於 QR分射 QR分射V MV MV 那你就可以把它帶進去 QR分射VV QR分射VV 這樣是一次動風機 QR分射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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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不太清楚 再乘以0.075 所以最後這個得到是多少呢? 大概是8.4x4 是不是四方 Tesla就是8.4高尺 所以這是一個 就是 怎麼樣去量測 一個金融市場的大小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緊接著來看一下 一個所謂的這個磁瓶 Magnetic Pottle 剛剛那個結果還沒結束 剛剛那一題 我一下 他也要找出這個角數率 剛剛這一題 你也可以去算他的角數率 這個 我們就比到 這個 5.6寸 這個 這個 1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P級 1 Omega 腳數率是切線速度 除以R 所以我們把1.1 等於值得起 吃放 1.2 就除以他的當節 就是他的嚴重運動 這個角數率 這個角數率呢 只在1.5 就你值得保持到 進步量 這個是我們剛剛那個 怎麼樣去量測 一個金融市場的這個大小 我們只要對這個電子 給他一個交速電量 讓他打進去這個磁場 我們他的這個 提供的這個 半年中半徑 以及你的交速電量 你大概就有辦法算出他的磁場 大小 那你也可以去算出他的 旋轉的這個角皮 這個 你接著來看一下 這個 磁瓶 magnetic body 那大家可以翻到你們出本上 這個 750類這邊 5 28.1 為什麼要講這個磁瓶呢 因為在我們地球 周邊有很多磁磁線 那 宇宙有很多宇宙射線 他是帶正電的 或是帶物電的例子 他打到這個 地球表面的時候 他就會引走 那個 磁磁線那邊 會有這個 做一些這個 旋轉的這種 危險的這樣的一個附近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叫做 叫做 對我們提起來講 叫做 Ban Allen Bank 那這個我們可以從磁瓶 可以跟大家做介紹 那 假如說你一個帶電系值 它打到這個一個物理環境裡面 它有磁場 但是它這個磁場 它不均勻 所以 像在這個磁場 它靠近兩端 它磁場比較強 靠近中間磁場比較弱 所以 那你怎麼知道靠近中間磁場比較弱 因為它比較胖 它如果做圓做運動的時候 蛋就比較大 你回去這個數 回去這個數 回去這個數 這個 QVV 是等N 增盪 螃蟻磁磁場 所以我們R 事實上是等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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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旋轉半定越小 V越小,旋轉半定越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不對稱的,在這裡的話 它的磁場比較弱,所以它 當一個帶震電的玉子打進去的時候,它有 垂直的溫量,也有水平的溫量,它會是 我們剛剛講說,繞了螺旋狀旋轉 現在這個磁場不均勻,這裡的磁場比較弱 兩方的磁場比較小,所以說它的磁場就會變成這樣 那如果這個帶電荷的這個例子 碰小,在這一段又去碰到一個碰狀,讓它有 往這個方向的這個速度的分量,它就會迴旋 又跑回來 那就是變成是在這兩個極端這邊,在那邊震盪 所以,它說 the magnetic force erected from the particle near Peter M,在兩端 因為磁場比較大 所以它前的環境比較小 那 因為它有水平方向的這個速度,所以它會 到的這個 螺旋的這種方向 用螺旋的這種運動方向,跑到一端 然後,一起碰到的關係,它又會跑回來 所以,在那邊 bounce back and forth 好 所以,這一個呢 我們稱之為叫做 每天裡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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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一下這個 墨水 我看 眼睛 是 這一個 正面 全面 的 我看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什么是一个 妹妹里发生 它是一个 非精灵的这种 市场 那里面就对了 OK 上面如果有一个 未精灵的市场 那么这在两场是比较强的 那里面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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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侧 所以它是很强的 那在中间比较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是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可以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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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販電粒子都會被chunk在這個磁片裡面 他還會這樣做正常 這樣會去做正常 像這種情況 在我們的這個地球表面的這個 有一些叫做 很大人貝爾 這是我們地球表面的很大人貝爾 你看我們在這邊 這是地理背景 但是就此點來講 這分是這個難吃幾 這分是給自己 所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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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